世间的一切都会很快过去 唯有什么是真实的 功德是真实的 而功德是什么 自信 自信表现出来 所流露的就是无尽的美德 这是真实的 而那些烦恼啊 是无常的 是虚妄的 昨天有个中修讲 这一杯水啊 我悟到了 水泼下去啊 很快就没有了 无常的 这个悟处很不错 实际上呢 也有这样的意思 烦恼是无常的 功德是真实的 我们要修的是真实永恒的 所要去掉的是无常的 要把这些烦恼逐渐逐渐消除 要把这些烦恼逐渐逐渐转化成功德 怎么转化呢 经常讲转烦恼为菩提 但这一条就是用水洗心转记录为乐见人成的大患性 那么在生活当中 我们养成这样的习惯 比如以往有时候看到人比自己好心里会难受 看到人比自己差心里会高兴得意洋洋 中国民间有这样一个故事 所以有一个家境很不错的人 虽然不是很富裕 社会条件很好 有一天呢 骑着毛驴出门 去办事 走着走着呢 往前面一看 有一个比他更富有的人 穿得更气派 骑着高头大 耀武扬威 怎么看怎么变了 怎么看怎么不服气 自己不如人啊 人家骑的是马 自己骑的是驴子 人家穿的是饼排 自己穿的是普通的服装 越想越越不高兴 越想越生气 恨不得前面那个人跌一脚给跌了 他正在难过的 忽然一回头就发现 后面有个人穿个破破蓝蓝 赤着脚 就打着光脚 挑个袋子 在气喘吁吁地赶路 这一看很高兴 还有人不如我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预言故事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 那么我们学习了这一条行列 实际上正好对峙这样一种心态 看到别人比自己好 现在都不是骑驴了 也不是骑马 现在都是开教室了 看到别人教室比自己豪华 比自己好 生欢喜心 还是刚才说的 欢喜别人有好的果报 自己将来就会有相应的果报 而自己得到这样的果报之后 也会感到别人的欢喜 看到别人不如自己 比自己差 不应该感觉到自己很优越 应该生理性性 实验性 乃至供养性 这样一来 就是转烦恼为菩提 本来是生高下性 分别性 乃至严重的 嫉妒性的 现在呢 把这个烦恼转过来了 转成功德 这就是转烦恼为菩提 不是那个人转 是心转 等一想下来之后 可以练习实看 找哪个人比自己漂亮 给他赞叹几句 给他赞叹几句 看到哪个同修 比自己相貌丑一些 给他鼓励几句 这就是水喜功德 称赞如爱 养成这样的习惯吗 人员会越来越好 处处受人欢迎 而自己功德 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成就 这是真实的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可是特别受用 一旦养成这样的习惯 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 那个不高兴的 嫉妒的负面心理啊 就会逐渐逐渐消失了 不停了 放哪儿去了呢 不用管 那个心理是假的 所以这一条行愿 在我们的修修过程中 非常关键 它帮助我们拓开心静 由烦恼转换成不停 由恶意转化成大功德 这就是水喜所成就的功德 那么这一堂课 大家也修了不少功德 结束之前 水喜大家的功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